再也承受不起任何伤害 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去做 我闭上眼 靠在殷琦肩头 殷琦身子微颤着 轻轻揽着我 漫天的星光下 殷琦俯身低下头 深深地稳住我 我的手将在半空 终是轻轻地还在殷琦的腰间 天空一轮明月 从云间悄悄探出头来 第四十章 百官贵营 四月初九 边疆传来捷报 袁瑞在阵前生擒下回狐军队的元帅 回狐军队顿施主帅 军心打乱 很快就不堪一击 袁瑞命票继都尉将军薛浩 与张怀元分别领兵成胜追击 三军成鸡脚之势 一路势如破竹 四月底 溃败的回狐军队 逃至突厥边境时 又遭贺都亲率的突厥军队围歼 与袁瑞率领的西军 联手将回狐军队一举歼灭 依附回狐的吐蕃见是荒芒递交详书 甘愿向大秦俯首称臣 至此 持续将近半年的战争终于结束 回狐无奈之下 向大秦赔款数千万两 消息传来 父皇大喜赏赐了瑞王府黄金千两 土地万倾 而薛浩也加封为正二品的怀化大将军 张怀元尽封为正一品提督九门不军 寻补五营统领 不禁如此 父皇还下旨令百官出城贵营元瑞回朝 那天京城的东华门前 人头攒动 道路两旁皆是重重御邻军把守 地上铺满黄沙 京中的官员全都集聚在此 只听到远方隐隐有阵阵马蹄声 号令声传来 接着就看到了一面飘扬的帅棋 上面铁坏银勾输着一个大大的锐字 一大队人马在马蹄剑起的漫天尘土中架马驶来 当先一人身着玄铁护甲 玄色头盔上一组白鹰 在一列列重甲配件的军队队伍中格外显眼 那身影渐渐近了 身旁的婉容早已经激动得热泪盈眶 玄瑞的身影渐渐清晰 她当先一骑缓缓策马过来 顿时路旁的百官纷纷下跪行礼 玄瑞的眉间此时尽是一派意气风发 她的眼神落在了婉容身上 那双深邃的眼瞳里 此时分明有柔情闪过 婉容面上一红 也痴痴地看向她 玄瑞唇角微微一抿 此时百官跪地其呼 恭迎瑞王殿下凯旋归巢 玄瑞的眼角微眯 抬头看向那头顶的万里苍穹 身上的锋芒锐线 我明白 玄瑞的抱负不在于此 她的志向远远不再是 做一个沙场上威猛无比的将军 如此简单了 百官跪迎在大秦历史上 只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太祖时 迎接得胜归来的殷照两位元帅 第二次就是在高宗时 迎接凯旋的天下兵马大元帅礼役 这是无上的光荣 是每一个沙场征战的将军 梦寐以求的殊荣 元瑞如今年仅二十岁的年纪 就获此天大的荣耀 一时瑞王元瑞风光无比 相比之下 太子元席颓废表现 显得那样的突兀 朝中大臣纷纷传言 这次百官跪迎 是废太子的前兆 父皇一连数十日 都在张淑妃宫中留宿 张淑妃在宫中的风头 顿时无人能及 我在心中冷笑 母后 你也有今天 这一年的端午家宴 张淑妃出尽风头 父皇亲自赏赐了她许多珍宝奇玩 事业 承宁殿上 我与殷琪坐在一起 身旁坐的是大姐与姐夫 姐夫张淮媛和元瑞一起出征归来 姐夫一路冲锋陷阵 在战场上也是神勇无比 大姐的脸上也颇为有光彩 却又念及到 王家如今的处境不好表态 我心中暗自叹息 大姐 终有一日 王氏和张氏一族会翻脸 那时的你左右为难 一面是自己深爱的丈夫 一面是自己的母亲 你又该如何面对 我们对面坐的是元希和太子妃 太子妃怀中抱着小棋灰 脸上不负素日的清冷 全然是一派温和慈爱的神色 元希近来受了不少父皇的责骂 脸上满是失忆与无奈 坐在堂上的母后神色间 也颇为不自在 却又要保持着母仪风范 面上尽是端庄高贵的神色 仍是掩饰不了谋中的失落 今夜王民也进宫了 我心下记得 华阳郡主是极少出入皇宫的 这一次 母后突然叫上她来 到底是何用意 席间 父皇心情大好 与群臣频频举杯 众人一派酣畅之色 我对身边的殷琦笑着举杯 殷琦含笑饮下杯中的酒 却在这时 席间的舒贤长公主 突然出席向父皇道 皇兄 沉妹有一事 相求 望皇兄育成 第41章 华阳郡主 父皇好奇地问道 哦 舒宁 你说说看 朕允了你便是 舒贤长公主 含笑看向一旁娇羞的王民 臣妹这个侄女王民 今年也十六了 这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臣妹想让皇兄做主 将敏敏赐婚给皇兄的三皇子原庆 皇兄以为如何 一时间 宴上的众人 都是平生静弃的 等着父皇的反应 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是王家在试图挽回局面 将王民嫁给原庆 与皇家结亲 不仅可以稳定太子的地位 还可以拉拢南洋王 凭借我是原庆亲妹 和在南洋王府少王妃的关系 定能够为他王家挽回局势 我的指节紧紧地握着 母后 你和王静这个老狐狸如意算盘 打得可真相 一时二鸟 如今还搬出舒贤长公主来求亲 让父皇无法拒绝自己的妹妹 我看向对面的原庆 她脸色发白 直直地 看向不远处的王民 王民不明所以 娇羞地红了脸 父皇思索着 终于开口道 如此甚好 父皇看向原庆 问道 庆儿 你一下如何呀 原庆面无表情上前叩手道 而臣谢过父皇赐婚王民 在舒贤长公主的事宜下 也款款上前拜倒 臣女谢过皇上恩典 我闭着眼睛 不再愿意看到 这世间最无奈的一幕 原庆 你终是要受命运摆布的 被迫取了一个 你喜爱却又是自己仇人的女儿 而王民 此时的她 可能还在一片幻想中 期待着将来美满的生活 殊不知 你将嫁的这个男子 对你的家族恨之入骨 将来又怎会怜惜你 纵使有当初的龙湖出狱 原庆对你暗生情谊 可是依原庆的性子 她日后定会将一腔怨气 撒在你的身上的 父皇朗声道 来人 替这女子 华阳郡主王敏 端庄贤淑 品性纯良 这次婚三皇子欧阳原庆 我静静站在王府中的水泻旁 看着湖面淋淋波光暗自发呆 原庆还未行惯礼 因此 婚事被定在第二年的三月初三举行 三月初三 呵 依稀记得去年的三月初三 我还是一个天正无邪的小公主 早上打扮得漂漂亮亮 欢天喜地和原庆出去游玩 晚上却遭逢巨变 一夜之间 爱我或我的母后 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一夜之间 我肩负起母妃的血海深仇 一夜之间 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我轻叹一声 殷琦从身后走过来 直起我的手 柔声问道 在想什么这么出神 连我走过来都不知道 我回头看向她依旧温柔似水的眼神 暗自捶手道 我只是在想三哥的婚事 殷琦看向湖面 缓缓道 这世间又有几人能够随心所欲呢 更何况是帝王之家的儿女 总会有许多身不由己的无奈 我看向她 你这句话 我大姐当年也曾说过 那时候的年幼的 我还不懂是什么意思 现今懂得了 却自有空自伤感 殷琦笑腻着 那芷萱当初赐婚给我的时候 心中也是这般想法的吗 我面上一红 转过身不再看她 殷琦从身后轻轻缓住我 下巴抵在我的肩头 轻声道 当初听说皇上把你赐婚给我的时候 我心中是极为欢喜的 她轻轻搬过我的肩头 使我面对着她 殷琦深深看着我 一字一句道 因为我的心 自那日龙湖出狱的时候 就已经给了你 欧阳芷萱 从那一天起 就再也容不下其他人 第一章 身孕上 我转眸凝视着她的眉目 心中一派恍惚 对于殷琦 我是感激 是动容 我爱过眼前这个男子吗 我不想去考虑这个问题 薛浩是我心中的 一个永远的伤疤 让我明白 爱得越深 伤得也就越痛 我不再向往爱情 我害怕爱上一个人 会继续伤得我 体无完肤 伤痕累累 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 我这样安慰着自己 五月的正午 外面暑气炎炎 天气闷热无比 我在房中心不在焉地俯着琴 思绪却飘到了未知的远方 目前的局势 对王家极其不利 眼尖元锐的气势一时无人可比 而元熙却逐渐消沉下来 父皇狠狠地责骂了他几次 也不见他振作起来 我了解元熙的 他一早就已厌倦了皇室的权力斗争 本就无意于皇位争夺 如今父皇这般责骂于他 对于一向心高气傲的元熙来说 应该是很难以接受的吧 陈香与木兰二人 在身后不停地为我打讪 房间里放了好几块 因其为我准备的冰雕 用来降温 房里此时完全没有外面的炎热之气 只是一派清爽 我这几日总是觉得心口闷闷的 食欲也不佳 看着油腻的东西 心里就只想吐 我一时也没有在意 只当是天气太热的缘故 外间有侍女端来冰镇酸梅汤 为我解暑之用 我一向最喜喝的 就是这个了 今日一见 却心底生起一股恶心 忍不住弯下身干呕起来 沉香盲端来茶水 为我漱口 我吼间那股恶心 却是越来越厉害 木兰在一旁突然皱眉轻声道 公主这个样子 倒很像是有了身孕了 当年奴婢的娘亲怀奴婢弟弟的时候 也是吐得这般厉害的 我闻言心中一惊 却在这时看到了门口殷奇一脸的惊喜 她大不跨了进来 紧紧握住我的手 萱 咱们有孩子了吗 咱们有孩子了 我要做爹爹了 她如同孩子一般笑着 不负平时的稳重 我笑道 还未请大夫来瞧瞧 是不是真的你就这般高兴 殷奇笑着 定是真的 一定是真的 我这就去请大夫来 我无奈地笑了笑 心里却生起一股奇异的感觉 孩子 对我来说是多么遥远 多么的不真实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很快 一个须发近白的老大夫被请来了 他隔着帘子为我把脉 白胡子微微一翘 脸上满是笑意 只见他起身向殷奇道 恭喜小王爷 少王妃已经有一个多月的身孕了 我闻言一惊 连忙坐起身 急急地问道 可是千真万确 老大夫扣手道 少王妃不必激动 要注意的是 怀孕期间 要寄生冷食物 远离舍香等香料 多多走动一下 对身子和腹中的孩子 也是极好的 他后面说道 什么我已经听不见 脑海中乱作一团 孩子 真的就突然来了 我就要 做母亲了吗 我的腹中 此时 正有一个小生命在成长着 是的孩子 我的首府上 我还未显出身形的小腹 心中百般滋味闪过 我怀孕的消息一传出 父皇得知后高兴不已 亲自指派了几个宫中 很有资历的老嬷嬷 来南洋王府 专门照顾我腹中的摊儿 赏赐也是接连不断地被送来 殷琦很是紧张这个孩子 下令整个王府不准用香料 一次一个侍女不小心用了熏香 被殷琦发现以后 立刻就被责罚遣送出王府 我的身边 每天也是被沉香和木兰等一众丫鬟婆子 团团包围着 每天燕窝参汤 是源源不断地送往萧香轩 第二章 身孕下 南洋王年前已经去了南方 听到这个消息后 也是大喜不已 大老远从南方差人 送来了许多南方稀有的特产 我每日就这样被他们逼着喝那些 散发着辛苦的各种补药 喉间全是苦涩 连食欲也没有了 一个月下来 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喝那些药了 无奈之下 沉香和木兰就将殷琦请了出来 殷琦见状上前来接过药碗 轻声哄我喝药 我一看见那浓黑的药汁 就觉得恶心 俯身又是一阵干呕 因其小心地轻拍我的背 皱眉道 怎么吐了这样厉害 定是那大夫的药太猛烈 你这身子这么弱 如何承受的了 一旁的徐嬷嬷笑道 小王爷有所不知 公主这是头一胎 自然是害喜比较厉害的 想当年公主的母妃苏贵妃娘娘 怀着公主和三殿下的时候 可是比现在公主厉害多了 我文言诧异地问道 徐嬷嬷 你也照顾过我母妃吗 徐嬷嬷恭敬道 老奴当年有幸 曾在贵妃娘娘的宣德宫 伺候过贵妃娘娘几日 后来还没等娘娘生产 就调往永寿宫当差了 我心中一案 没有再言语 徐嬷嬷继续滔滔不绝地讲道 当年贵妃娘娘 可是宠冠六宫呢 怀公主和三殿下的时候 皇上也是像小王爷这般 紧张贵妃娘娘的 每日就守在宣德宫 后来贵妃娘娘怀孕快九个月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害得公主和殿下不足月就生产了 皇上那次可是发了好大的脾气 把宣德宫的宫女太监全部处死 徐嬷嬷嬷拍着胸口和掌道 幸好那时老奴已经调离宣德宫了 不然现在哪里还能站在这里给公主回话 我听着徐嬷嬷述说起母妃当年的往事 一言不发 纵视父皇这般宠爱又如何 母妃仍然被那个女人害死了 如今陆昭仪已死 宫中再无第二个人知道这桩密文了 因其见我一声不吭 握着我冰凉的手 吩咐一众奴仆退出房门 我轻声问着殷琪 殷琪 若是以后我被人害死了 你会怎么做 殷琪面色微变 不悦道 怎么忽然说起这么不吉利的话来 我垂下眼睫 低声道 我问的是如果 殷琪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眼中浮现狠色 郑重道 那我定然会先杀掉那个人为你报仇 我忙抬手捂住了他的唇 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悠悠地问道 若是那个人是你的能力所及 不能杀的怎么办 殷琪看向我 今日你怎么问这么奇怪的话题 若真的是那样 我纵是粉身碎骨 也要为你报仇 我看着殷琪眼中坚定的神色 心下五味沉杂 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声 靠在他的怀里 殷琪轻轻地拥住我 今日天气很好 大夫也说 你要多出去走走 上次你不是说清风楼的芙蓉膏 很好吃吗 我带你去如何 我低头一想 自己的确是很久没有出去过了 整日待在王府 被各种的补品汤药包围 舌头也寡淡地没有食欲 我微微地点头 因其起身吩咐人找来车马 小心翼翼地 扶我上了马车 黄昏的京城 仍然是热闹无比 处处都是出门纳凉的人 车窗外 不时吹来一股凉风 让身上的闷热减去不少 殷琪在一旁拿起折扇 轻轻为我扇着 我闭着眼靠在他的怀中 多日来的郁闷心情 在这样安闲舒适的环境下 也轻松不少 不知过了多久 殷琪轻拍了我的手 轩儿 我们到了 第三章 旧爱 我睁开眼 马车已经停在了清风楼前 殷琪扶起我下了马车 我们两人牵手走进清风楼 此时 里面仍然有许多食客 坐在里面吃东西 大堂里人声喧哗 热闹非凡 殷琪牵我走上了二楼 找了一件单独的雅间坐下 我随意点了几个清淡的小菜 和殷琪一起坐下在窗边 欣赏着京城的黄昏景色 这里的芙蓉糕味道清甜 吃完好后 只觉得口齿流香 我食欲大开 吃了好几块 这段时间 我胃口一向不好 每天也只吃一点点东西 殷琪见我今日胃口不错 面露喜色 我看着她坐在身前 对我嘘寒问暖的身影 心中一阵恍惚 我们在清风楼 一直逗留了许久才离开 经过楼下大堂食 殷琪柔声道 我见你颇为喜爱这里的芙蓉糕 你等我片刻 我再去为你买上几块 你明天没有胃口食 吃可好 我轻轻点头 那我先上马车等你 我静止走出大门 门口停着我们的马车 我举步走去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传来 跌跌 思慧要吃这里的芙蓉糕 迎面走来一人的身影 却让我不由自主地顿住了脚步 那个人似感觉到了我的目光 也将视线移了过来 一时之间 我们两人都是相对无言 默默看着对方 思慧蹦蹦跳跳跑到我身前来 轩怡 你是轩怡吗 我回过神 蹲下身拉着思慧的小手 思慧 是我 是轩怡 思慧甜甜地笑着 爹爹骗人 她去年就说 要带思慧来见轩怡的 我的眼角有泪光闪过 慌忙到 思慧听话 你爹爹要去边疆保卫国土 瞧 你这不是见到轩怡了吗 薛浩走上前来 一年未见 她更加成熟了 迎着风 她的衣媚飞扬 缓缓向我走来 我起身定定是看着她 一年未见 薛将军可好 薛浩微微笑着 公主别来无恙 我也笑了 垂眸道 还好 薛浩一正 视线落到我身后 我回头一看 因其走至我身前 看到薛浩微微挑眉 因其立刻俯身行礼道 属下见过小王爷 因其和气地上前 俯起薛浩 薛将军快快请起 这里不是朝堂上 不用将那么多的规矩的 薛浩这才起身 因其转头看向像我 薛儿和薛将军认识吗 我笑了笑 薛将军以前与我曾有救命之恩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攥紧了衣袖 对因其道 因其 时辰不早了 我们早些回去吧 因其点头 牵起我的手 也是 你有身孕在外 颇多不便 我飞快地瞟了一眼薛浩的神色 向因其轻轻点了点头 因其转身向薛浩道 薛将军 就此告辞 薛浩也道 小王爷 少王妃慢走 因其牵着我的手登上马车 我脑海中忽然一阵眩晕 差一点就站立不稳 因其及时地扶住 我才不至于摔倒 我紧闭着眼睛 靠在因其怀中 任由因其握着我的手 心里却是荒凉无比 一年了 整整一年了 如今我们再见 居然是在这样的情景下 这样的地点 我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成了南洋王府的少王妃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 骄傲多情的常乐公主 一切都回不去了 不是吗 我如今还在期待什么 还在妄想什么 我藏在袖中的手 不自觉地攥紧 鼻尖传来淡淡的杜若香气 让我想起 自己身边还有一个这样的男子 会永远站在我的身旁 为我遮风挡雨 为我抚平伤痛 我伸手缓住了因其 因其握着我的手紧了紧 伸手用力揽住我 我的脸颊 紧紧贴着因其的胸口 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声 贪婪地 嗅着他的气息 第四章 杀鸡出现上 我的身孕也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小腹已经微微隆起 偶尔还能感觉到 腹中孩子轻微地踢打 每当这个时候 我总是惊喜不已 小心地扶着小腹 感受着那份真实的幸福 嬷嬷们说 身子重了 就不便再出院门 我每日只能待在府中 因其每日都会陪我出门散步 陪我说话 日子倒也不觉得无聊 八月的一天 袁庆匆匆来到萧香轩 面色沉重对我道 舅舅被贬去立州了 什么 我从座位上站起 急急问道 怎么会这样 我们不是写信 叫舅舅暂停调查那件事吗 袁庆狠狠道 本来是的 可是舅舅她为母妃报仇心切 暗中调查王家 不小心让王家的人察觉 反倒被人申了一本 污蔑舅舅受严伤的巨额贿赂 舅舅如今被押借入京 这本是要发配边疆的大罪 父皇念在母妃的情义 加之南洋王上奏折为舅舅求情 父皇只是将舅舅贬去立州做刺史 我无力地坐回座位 是我们害了舅舅 她原本可以安心做她的盐运使 如果不是我们告诉她母妃的事 她怎会落到如今的下场 立州穷山恶水 道路艰险 且多山林瘴气 舅舅她已经有顽疾在身 如何支撑得住 原庆长叹一声 王进这个老匹夫 狡猾多端 这一次反倒狠狠地将了我们一军 把舅舅也陪进去了 今后的路更难走了 我无力地问道 舅舅什么时候启程去立州 明日一早 我起身看向窗外富裕飘香的的桂树 淡淡道 明日我去送舅舅 一时我与原庆都无声地沉默着 第二日一早 我与原庆在永安门外 与舅舅一一惜别 刚从牢狱中出来的舅舅憔悴无比 舅舅慈爱地看着我和原庆 庆儿 萱儿 我这把老骨头 如今这般的不中用 打草惊蛇让王进察觉 以后你们兄妹的路就更难走了 我真是对不起妹妹啊 我抬手势累 舅舅 此去立州千里之遥 一路道路险阻 你身子又不好 一定要好生保重才是 舅舅长叹着 老泪纵横缓缓点头 我和原庆静直跪倒在他身前 郑重向他磕头 舅舅拉起我们 紧紧握住我们的手 我这就去了 你们兄妹保重 王进艰险狡诈 宫里的那个毒妇 你们也要小心应付 还有萱儿 舅舅看向我 这次南洋王也亲自上折子 为我求情 我看得出 殷奇是真心对你的 一个女子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个好的归宿 舅舅老了 如今再也不能为你做什么 我愿你和庆儿能抱得妹妹的大仇 我也老来安慰了 我重重点头 舅舅深深看向我们 欲言又止地愁愁着 终是转身登上了马车 我和原庆含泪缓缓挥手 向舅舅道别 舅舅挑起车帘 依依不舍地回望我们 直到马车消失在远方 送走了舅舅 我心中悲愤无比 母后 你今日欠我的 他日我定要十倍讨回来 原庆送我回到南洋王府 沉香匆匆迎了上来 公主 你可回来了 刚才宫里有人传话来说 皇后娘娘宣公主 和三殿下进宫 我和原庆相互对视一眼 母后这个时候 叫我们进宫定是为了舅舅的那件事 他此举意欲何为 我忐忑着 随原庆一起走进昭阳殿 殿中 只有母后与王晋两人 王晋坐在下手 他一身满袍 须发近白 满是皱纹的脸上 一双金光碧线眼 炯炯锐利地逼试着我们 我静止走上 前五向母后磕头请安 母后淡淡地抬手 都起来把我与原庆坐到王晋的对面 王晋那逼人的视线 仍然停留在我们身上 我低着头 不让他们发现我目光中的灼灼恨意 面上仍是一派恭敬 心中却恨自己的无能 眼见害死母妃的两个大仇人 就坐在对面 却还要卑躬屈膝地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第五章 杀鸡出现下 母后意味深长地开口道 庆儿轩 苏婷也就是你们舅舅的事 你们兄妹可知道了 原庆沉声道 回母后 儿臣已经知晓了 这时母后常叹道 这个苏婷也是的 做了这么多年的官 竟然做出这等糊涂之事 原庆放在座椅扶手上的手陡然握紧 她低头沉声道 今日一早晨河轩 已经去送过舅舅了 母后和王晋 皆是颇有深意地打量着我们 母后半天才 缓缓开口道 这立州远在千里之外 听说那里穷山恶水 多涨气毒虫舌疑 苏婷此去定要受一番苦了 我垂着头 坐在一旁听到这话 不禁心中意紧 只是面上仍然不动声色地坐在一旁 心中的那团火熊熊地燃烧着 母后 你好恶毒的心 如今不禁陷害舅舅 贬官立州 现在还要假仁假意地装慈悲 在我和原庆的伤口上撒盐吗 王晋在一旁淡淡开口道 如今 庆儿你和老夫的 敏敏的婚事也要快了 大家日后更是亲上加亲了 都是一家人 这些老十字事 就不要再说了 原庆低声道 谨遵国障教会 母后和声道 今日也本就没什么打紧的事情 你们兄妹先下去 把我和原庆低头走出了店门 远离了王晋那逼人的视线 我的心里顺时悲凉无比 我看向原庆 他一片从容之色 眉间 却是阴质如霜般寒凉 我轻声问道 三哥 过了年就要和王敏成亲了 你可有什么打算 原庆看向前方一望无际的重重宫殿 成亲便成亲罢 眼下我们只能忍辱负重 先稳住他们王家的人 来日方长 我欧阳元庆 定然不会放过姓王的每一个人 我叹了一口气 眼神飘向那未知的远方 人为何要长大 长大了就要面对这么多的仇恨 恩怨 纠缠与不舍 而我那颗 曾经欢颜笑语的心态 也永远停留在我的少女时代 如今的欧阳芷轩 早已经不是曾经那个天真无邪 想尽万千宠爱的小公主了 初秋的夜晚 阳风袭袭 我坐在窗下看着天上的明月 想起了舅舅 如今她孤身一人远赴丽州一路 应该是很辛苦吧 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这里空自伤感 背上一暖 我回头一看 是殷琪为我披了一件外袍 轩儿 时辰不早了 你有身孕不宜熬夜 还是早些休息吧 我淡淡点头 她扶我起身 手心地传来的温热 让我冰凉的手指有了些许暖意 我心中有柔情闪过 终是低声道 殷琪 我的舅舅被贬到丽州了 殷琪轻叹一声 扶我在床檐坐下 我已经知道了 苏大人 这次是被人污蔑罗之罪名的 这件事是王家在幕后操纵 父王这次也上折子 为苏大人求情了 他父又看向我 轩儿 你是在为这件事伤心吗 我轻轻点头 舅舅她那么大的年纪 还要孤身远赴丽州 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殷琪轻轻还住我 虽然我不知道 王家为什么要对付你们 但是我知道 你心中一定是疾苦的 这么久以来 你虽然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些事 我也不好过问 但是轩儿 她搬过我的双肩 我们如今已经是夫妻 我不愿意看到你如此伤怀 如此寂寞 你有难处就告诉我好吗 第六章 重计 我心头动容 嘴唇微微哆嗦着 欲言又止 终是什么都没有说 殷琪轻叹一声 拥我入怀 8月15来临 这一日是中秋 皇宫里要举行晚宴 所有的皇亲国妻 朝中大臣都要参加 我一早就和殷琪进宫 在母后殿中做了许久 母后和气地和我劳到家常 我皆是保持着宫顺的语气 依依应付 晚上的家宴很是热闹 产后久未露面的太子妃也出席了 她略见风雨 昔日清冷的气质又添了几分雍容 袁熙的孩子被如母抱上前来 众人好奇地斗着强宝中的孩子 众人此时都为在小齐灰身前斗娶她 不时发出阵阵哄笑声 宛容妹妹进店来 先去了张淑妃面前请安 张淑妃面上颇为冷漠 淡淡地问道 宛容你和瑞儿成亲也有两年了 如今太子妃都已诞下皇孙 本宫还等你的好消息呢 宛容面上一派谦恭 只是低声道 宛容谨禁母妃教会 张淑妃冷漠地瞟了她一眼 就笑容满面地 转身上前去斗其灰了 宛容的面上一派苦楚 眼眶微红 袁瑞连忙上前紧握住她的手 低声安慰着 两人去角落里坐下了 如母把齐灰抱到我这边来 我心下一动 从如母手中接过孩子 温声哄着 孩子竟睁开眼睛对我笑了 我惊讶地对殷琪笑道 你看 孩子对我笑呢 殷琪凑近我耳边低声道 以后我们有了孩子 也会这般可爱的 我脸上一红 撑了她一眼 将孩子抱到如母怀里 店上的气氛很是热闹 我稍微饮了一点酒 脸上发热 就叫沉香扶我出去吹吹凉风 已经是八月了 我心中感慨 一转眼 我嫁给殷琪已经一年了 我和她之间的关系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有时候看着枕边的她 我真想问自己 我爱过眼前的这个男子吗 我迷茫了 一直以为 我待她如知己 如朋友 唯独没有爱情 可是一年多的耳鬓撕磨 我心中已经习惯了身边有她 有她一直在身旁默默地牵着我的手 温声呵护着我 我对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我自嘲地笑了 举步走向前面的围廊 夜里的凉风吹来 我身上的酒意也去了一大半 就在我准备回去时 忽然听到围廊外的一派幽暗的假山下 传来低不可闻的人声 事情都办妥当了 一个内奸奸细的声音问道 公公放心 皇后娘娘和太尉大人的吩咐奴婢 一定会尽心办妥的 今夜子时前缘店换房时 奴婢就动手 我心中猛地一跳 郑玉在听个仔细 那两个的声音已渐渐远去 我心头聚跳 前缘店 那时父皇处理政务的地方 莫非他们勾结前缘店的工人 想要做什么 我心中思索着 转身回到大殿去寻找元庆商量 却看不到元庆的人影 我四处询问工人 都说没有看到元庆 我心中忐忑着 有一丝的不安 终于横下心来 宫里的规矩 公主和驸马 可以在宫里留宿 我假言身体不适 又说自己想念鲜华店 说服殷琪留在了宫中留宿 殷琪很是紧张地 召来太医为我诊治 太医把脉后 直到我身子虚弱 开了几幅不要就离去了 我心中一定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今夜子时 前缘店 第七章 惊魂 我假意早早地睡下 殷琪守了我许久 终是拗不过我的要求 何一躺下了 我静静地盯着店中的铜壶滴漏 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 我看向滴漏 已经是害时一刻了 我见身边的殷琪已经睡着 心下疑定 轻轻起身 换上了一早准备好的宫女衣服 轻手轻脚地出了店门 我脚步匆匆地朝前缘店的方向走去 深夜的皇宫 全然没有白日的宏伟雄状 到处是一派阴森森的良意 那些高大的宫殿 在夜色下如同怪兽般 显得猙獰而恐怖 我一路避开巡逻的侍卫 悄悄走到前缘店附近 前缘店是父皇处理政务的地方 自然是守卫严密 不过这里每叶子时 侍卫就要换班 那个人正好可以趁这个机会溜进去 没过多久 侍卫开始换房 我躲在暗处 暗中观察着 果然 一个纤细的身影 悄悄地靠近了前缘店 我睁大眼睛 努力辨认着那人的面孔 隔着夜色看得不甚清楚 我见周围的侍卫 巡逻到另一边了 就迅速地靠近了黑暗中那人影 那人鬼鬼祟祟地 走到大殿的门口 正欲闪身进去 我的手颤抖着 把心一横 索性也悄悄跟了进去 看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四下看了看 没见侍卫走过来 也迅速地走进大殿 我走进门口住足一看 殿内空无一人 刚才那人明明从门口进来的 现在怎么会忽然就不见了呢 我脑海中灵光一闪 不好 中计了 我心中立刻反应过来 今夜的一切都是圈套 而我从一开始 就被人设计在里面了 果然 马上店外人声喧哗不停 抓刺客 有刺客前进前缘店了 是宫里侍卫的声音 我一起这内店 还有一个小窗户可以打开的 匆忙跑到前缘店内店的小窗户前 迅速地打开窗 翻身跳了下去 接着就有侍卫喊道 刺客从那边跑了 人群迅速向我这般跑来 我身上此时全是冷汗 如若让人发现我夜半 出现在这前缘店工为重地中 任由你是公主皇子 都是死罪一条 我匆匆地跑着 之间四面八方都有侍卫的火把 像我这般跑来 我慌忙快步跑着 前面是御花园 往右走是一个假山 我拼命向前跑着 腹中传来隐隐的疼痛 我顾不上许多 只知一味地朝前面跑着 不想黑暗中 一双手猛地捂住我的口鼻 将我向里面使劲一带 我想尖叫 却无奈嘴里发不出任何声音 心中只是绝望着 难道今日我就要命丧于此 那人将我拖到暗处 沉声道 快跟我来 我接着微弱的月色 这才看清是殷琪 我心里全然是惊喜 顾不上问明他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殷琪拉起我的手 迅速在黑暗中的御花园 飞快地跑着 我气喘吁吁地 跟着他拼命地跑 眼见前面有侍卫过来了 后面也是一长串的火把 正往这边来 殷琪当机立断抱住我闪身 躲到了一旁的花圃中 这花圃中的花木极为茂盛 足以藏下我们两人的身影 很快就由侍卫向这边搜查过来 殷琪紧紧地抱住我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颤抖得厉害 侍卫的声音响起 给我仔细地搜 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 我紧紧地抓住殷琪的衣襟 眼见侍卫一步一步向这边走近 手中的长剑 也胡乱地在花圃里乱刺着 走过我们旁边时 一阵血肉刺破的顿声传来 殷琪一声闷哼 侍卫立刻喝道 什么人在里面 我集中生智 赶忙捏着嗓子 学一声猫叫 原来是一只野猫侍卫 哄笑着走开 我只觉得自己 放在殷琪背脊上的手心一片温热 举起手接着月光一看 竟然是刺目的鲜红 我失声道 你受伤了 要不要紧 第八章 夜叹 殷琪温声道 不碍事 这里太危险 侍卫随时都会搜查过来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我连忙点头扶着殷琪起身 小心翼翼地绕过巡逻的侍卫 向仙华店赶去 一路上殷琪和我都是沉默着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解释 自己半夜出现在前缘店的原因 殷琪也没有开口问我 我心下只有感激她的包容与谅解 仙华店里 我扶着殷琪小心地扶她躺到榻上 殷琪的背上的衣服已经被鲜血浸湿 我小心地吞下她的外衣 正要去拿热水来为她清洗伤口时 只听外面传来皇后娘娘驾到的声音 我心中猛地跳个不停 竟然来得这么快 我赶忙套上了睡袍 装作刚睡醒的样子走出店门 母后在巧云姑姑的搀扶下 款款走了进来 我宫敬地上前请安 母后打量着我 轩儿还在休息啊 刚才听说宫里有刺客出现 母后不放心你 这才连夜过来了 我不解道 呀 居然有此刻在刺客在宫中出现 轩儿睡得太沉了 都不知道这回事 母后也要小心才是 母后眼中精光略过 在店内打量了一圈 问道 咦 殷琪呢 怎么不见他人 我正要想一番说辞时 殷琪从里肩走了出来 陈旭给母后请安 刚才身子不便 没有及时迎接母后 实在是罪该万死 母后了然道 既然你们没事 母后也就不打扰了 早点休息吧 母后转身离去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转身看向殷琪 她的脸色苍白无比 我一把扶住她急急问道 你要不要紧 殷琪微微摆手 我出门吩咐沉香木兰端来热水 我小心地擦拭殷琪背上的血污 为她包扎伤口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殷琪的背脊上 殷琪忍痛抬手失去我塞边的眼泪 轩儿不要哭 你这样流泪 我会心疼的 我心里动容不已 终究无言 殷琪 你今日救护我的一番心意 我该怎样报答 第二天一早 仙华殿里的工人 全部被传召到了昭阳宫 连沉香木兰也不例外 我心中不安 急忙跟过去一看究竟 昭阳殿上 母后一脸微移地坐在上手 见我进殿忙道 轩儿 昨夜宫里出了刺客的事 有侍卫说 看到那人身穿的 是你仙华殿的服色 这些奴才真是无法无天 母后现在 现在给他们机会 自己出来承认 否则全部处死 下面的众人立刻呼道 皇后娘娘 奴婢冤枉啊 我心中一跳 记起我昨夜出门 随便准备了一套衣服 依稀是木兰的 母后颇有深意地打量着我 我赶忙镇定下来 母后 会不会是侍卫看错了 这些宫女 不是说仙华殿昨夜 并没有人出去过哀 母后笑道 傻丫头 这些奴才不给他们一点颜色 看看他们是不会招的 他沉声喝道 来人 给本宫长嘴 打到他们说为止 几个老嬷嬷会议上前 狠狠地左右开宫 死命地抽着众人的脸 眼见沉香的嘴角 已经浸出血丝 我心里伤痛无比 只向母后求情道 母后 这些人从小服侍轩 求母后 看在轩的面上 饶过他们把母后立声道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 轩儿你不必护短 今日你宫中的人犯下宫规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何况是这些奴才 第九章 蓝腰 他继续吩咐道 给本宫狠狠地打我 剑底下的木兰脸上 已经是血痕累累 心中一痛 郑玉向母后求情 却听到下面的叶儿 忽然大声道 皇后娘娘 奴婢昨夜 看到木兰出去过母后 抬手示意嬷嬷停手 沉声道 你此话当真 叶儿叩手道 千真万确 奴婢的确看到 木兰妹妹 半夜出去过我的脑海中 犹如五雷轰顶 木兰 终究是我害了你 母后看向木兰 木兰 你昨夜当真出去过 木兰面如死灰 上前叩手道 回皇后娘娘的话 奴婢昨夜不小心将钱袋 掉在前院殿附近了 所以半夜就折回去找 母后冷笑道 哦 是吗 那刚才本宫问你 怎么不说木兰平静道 奴婢胆小 怕皇后娘娘责罚这才 母后打断她的话 好啊 大胆地见臂 看本宫今日怎么惩罚你我文言 扑通一声 跪在母后身前 母后求求你开恩 木兰自幼跟着轩 求母后不要罚她 我说完 不停在地上磕着头 母后一把扶起我 温声道 傻丫头 这奴才多的是 罚了她 母后再给你找一个伶俐乖巧的就是了 我心中一片冰凉 看着母后的朱唇中缓缓吐出 将这个剑壁给本宫杖则四十大板公里的杖刑非同寻常 一个的壮汉瘦了四十大板 筋骨折断 都要卧床半年才会好 木兰一介女流 四十大板 不是要了她的命 母后看向木兰 木兰 已可还有话说 木兰决绝地向我郑重的磕头 奴婢莽撞 丢了公主的颜面 不能再伺候公主了 公主保重她的眼神中满是绝望 被几个内奸拖了下去 我的视线已经模糊 正正地看着木兰的身影消失在门口 不多时 外面就传来的木兰的惨叫声 我的眼泪潸然落下 只是不停地磕头求母后开恩 我的额头已经磕破 母后却始终稳如泰山地坐在那里 轻言细语地安慰我 我看着她那依旧慈爱的眉目 心中恨意彻骨 恨不得上前一把掐死她 我紧紧握住袖袍下的拳头 嘴唇咬出了血 不知过了多久 内奸进来禀报 回皇后娘娘 奴才行刑完毕 母后满意地吩咐她下去 我忍不住冲出大殿门口 一眼就看到 躺在板凳上浑身血肉模糊 奄奄一息的木兰 我尖叫着冲上前去 木兰 你有没有事 木兰 木兰警号 木兰虚弱地看着我笑了笑 声音微不可闻 公主 帮奴婢转告宋大哥 让她再找一个好姑娘吧 奴婢这就要去了 奴婢下辈子还伺候公主 她的嘴角浮现一丝笑意 头一歪 缓缓闭上了眼睛 我大声地哭喊着 一遍又一遍地 换着木兰的名字 绝望地趴在冰冷的地板上 放声大哭 木兰 终究是我害了你 我好傻 为什么要怎么容易上了别人的当 为什么要穿上你的衣裳 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你被活活打死 却不能救你 为什么 母后 你好很 今日之仇 我欧阳芷轩 胎日必定十倍偿还 整整一天 我都没有再说一句话 木兰的遗体 被抬回了王府安置 我叫来了宋星 这个铁蒸蒸的男子汉 在我面前 抱着木兰的冰凉的身体 流下了眼泪 他缓缓向我跪下 一字一句道 奴才宋星 誓死效忠公主 我上前扶起她 轻声道 木兰临死前 要我转告你 再去找一个好女孩 我说完已经是气不成声 宋星坚定地道 奴才早已发誓 此生非木兰不娶 谢公主美意 第十章 释怀 我看着她坚定的神色 心下一片感动 终是说不出话来 因其背上的伤口好在不深 回府后经过大夫的诊治 已经好了很多 而我连续几天 都是一言不发地呆坐在房中 因其看在眼里 终是没有问我缘由 只是低声道 人已经不在了 你总要保重好自己的身子才是 我没有说话 心中却想起了木兰临死前的惨状 和她那决决的身影 木兰自九岁就跟着我 平日 她和陈湘两人 我自问自己 带稳重的沉香 较为信任一点 一直以来 却忽视性情急躁的木兰 现在回想起往昔的种种 我只觉得悔不当初 木兰 你今日为我而死 宁死也要保住我 你的这份情 我欧阳芷轩 怎样才能还清 我的眼泪潸然落下 因其轻叹一声 抬手失去了我塞边的眼泪 我转头看向她 浮在她怀中哭道 我对不起木兰 是我害死了她 是我害死了她 我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句话 因其把我揽在怀中 轻轻拍着我的背 柔声安慰道 芷轩 不要哭 你要振作起来 木兰为了救你而死 你莫要辜负她的一番心意才是 好好活着 就是对她最好的安慰 我泪眼朦胧地看向殷琪 哑声问道 真的吗 殷琪轻轻点头 浮去了我耳畔 被眼泪沾住的发丝 柔声道 当然 她此刻说不定 就在天上看着你呢 殷琪指着窗外漫天的繁星 小时候 母亲就曾经告诉我 善良的人死后 就会变成天上的星星 在天上保佑着凡间的亲人 你现在如此伤怀 木兰在天有灵看到 岂不是会不安 我哭嚷道 你又不是木兰 你怎么会知道 她会不安 因其爱怜地拂过我的脸颊 你是身在局中 自然是不能看清局势罢了 我这局外之人 自然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人总要学会释怀的 小时候 母亲刚过世的时候 我曾怨过父王常年在外征战 母亲抑郁成疾才会去世 我曾经几个月见到父王都不理她 后来还是姑姑 也就是敏敏的母亲来劝我 她告诉我 母亲是心甘情愿为父皇牺牲的 她理解父皇的难处 默默在往府操持家务 养育我 教导我 正因为有了母亲的付出 父王才能在外安心征战 才有了我大秦百姓的安居乐业 我那时候才明白母亲 她是那样的深爱着父王 甘愿为她独守空归 郁郁一生 殷琪的眼睛里 闪动着盈盈的泪意 我浮在她的怀中 心下一片释然 我抬头凝视着她的眉目 心中一暖 我深知殷琪对自己的心意 却一直都在退缩 在逃避 可是在这一刻 看着她如此专注的神情 我知道 自己早已在不知不觉间 习惯了身边有这个男子的爱护 习惯了她的温声细语 当一种感觉变成习惯之后 就会变成依赖 再也戒不掉了 我嘀嘀地唤了一声 殷琪 我累了 我抬眸看向她 只是热泪盈眶 轻轻地笑着点了点头 我安静地躺在她的怀中 看着漫天的繁星 心中默念 木兰 我会好好活下去 浮在她温暖的怀中 熟悉的杜若香气包围着我 我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殷琪还住我 轻声道 累了就歇歇吧 我这里永远会为你 撑起外面的戚风苦雨 第十一章 柔情 木兰去后 我让殷琪安排 宋星进了南军军中磨练 我深知 自己身边正好缺少 这样忠心的人 我需要培植自己的势力 我看得出宋星 是一个可造之才 她日前途必定不可限量 宋星临走前 没有多的言语 只是慎重地 向我磕了几个响头 我默默目送这个男子 决然地离去 心里感慨万千 安葬好木兰后 我身边正好少了一个贴身丫鬟 我想起刚来王府时 遇上的那个初雪 就像勤管家要来了她 初雪是一个很灵力的女子 心思细腻 很懂得揣测我的心意 我也愈加喜欢上她来 对于殷琪 我心中迷茫着 在她挺身舍命护我的那一刹那间 我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在意她的安危 如此紧张她 原来早在不经意间 我的心中 已深深住下了这个男子的身影 再也离不开她了 我看着自己日渐龙琪的小腹 孩子在里面安然地成长着 这是我和殷琪的孩子 殷琪 殷琪 十月 南阳王从南方回到京城 他回到王府没有几天 张青云就上门拜访了 一同来的还有圆锐 我在廊下遇到一身华府广秀的华府的圆锐 只见他高官竖发 欲显气与轩昂 圆锐微笑看着我 回来这么多日子 朝中事物繁杂 也未来得及来王府看看你 三妹在这王府过得可好 听婉容说 你有身孕了 圆锐微微苦笑道 他这几日心情不好 宣儿你抽空去陪陪他爸 我点头 半个多月前张淑妃为圆锐寻了一门侧妃 对方是与邻军前锋参领的嫡女 张淑妃费尽心思 寻来这一门亲事 自然是对他张家有依而无一害 一则他嫌弃宛容 久久没有怀下子嗣 二则 宛容的父亲汉林苑 掌院学士谢道远 生性迂腐 不愿卷入朝中党争 一直保持着中立的态度 张淑妃自然是更加不满意婉容了 我看向圆锐 二哥 你也要劝为婉容妹妹多保重身子才是 圆锐点头 我还要陪舅舅去前厅拜访南洋王 这就去了 三妹好生保重 我看着圆锐远去的身影 我的二哥是一个不甘于平凡的男子 如今他和张青云一起来拜访南洋王 意在拉拢南洋王这一派 阴家掌控着大秦的近二十万的男军 如果能抢在王室之前 将南洋王收归旗下 那圆锐的胜算就大了许多了 我的二哥 他的心中已经打定主意 要卷入这全力的斗争漩涡中了吗 晚上 阴琪回房 我在榻上写椅着看书 见他进来 忙迎上前去 阴琪微微皱眉道 你有身子的人 好生坐着不要动 我无奈只得随他起身 却脚下一软 差点瘫软在地 阴琪及时一把扶住我 细心地扶下身 皱眉道 你的脚怎么肿得这般厉害 我自从怀孕后 身子健懒 每日只在房中抚情看书 足不出户 小腿和脚都肿得厉害 走路都使不上力气了 阴琪扶我到床檐坐下 他吩咐沉香端来热水 沉香上前准备蹲下身 为我洗脚时 阴琪略一抬手 下去吧 我来 他的话一出口 我和沉香皆是面面相亏 沉香愣了半天才恍然道 奴婢遵命说完 闪身出门关上了 房门 阴琪蹲下身 小心地吞下我的鞋袜 把我的脚放到铜盆里 用热水小心地用手揉搓着 这样可觉得好些了 我抬头看着他 为我洗脚的身影 这个男子竟肯放下他南洋王世子的身段 亲自为我洗脚 世间又有几个男儿能做到呢 纵是父皇当年对母妃那般宠爱 也未必会做到这般吧 我一时动容 颤声道 殷琪 你这又是何必 殷琪抬头 对我温柔一笑 你腹中是我们的孩子 如今你身子不便 我这个做丈夫的 自然是要服侍自己的妻子的 第十二章 情定上 我看着他 轻轻把我的脚用毛巾擦干 起身擦干手上的水迹 我心中一动 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心 忽得赤脚站起身 点起脚吻向殷琪的唇 殷琪的身子猛地一颤 没有言语 只是上前紧紧地揽住了我 那力量是从未有过的坚定 我闭上眼埋在他的怀中 闻着他身上淡淡的度若香气 殷琪低头吻上我的唇 我的双臂紧紧地揽在他的腰间 房中灯火迷离 暗箱浮动 荡漾着浓浓的情意 一日 用过早膳后 南央王魄力将我和殷琪留了下来 他面色凝重地 看向我和殷琪 齐儿 如今朝中的形势你也知晓 你如何看待张青云日前来拜访的事 殷琪皱眉道 张青云意在拉拢父皇 借以提升自己在朝中的地位 南央王微微点头 眼神深不可测地看向我 芷萱 你以为如何 我心下一派诧异 今日南央王和殷琪讨论时政 留下我在一旁 已经是很不合常理了 现今 他竟然问我的意见 我心中思虑着 深吸一口气缓缓道 芷萱以为 眼下瑞王得势 张青云在背后力挺瑞王争夺处位 太子却日渐伟顿 朝中大臣纷纷靠向张氏一挡 而南央王府坐拥二十万男军 是这场争夺中最重要的法码之一 张青云自然是要向我们示好 若是事成 对于张氏自然是如虎添翼 而这个局面却是王氏最不愿看到的 如果芷萱没有猜错 王氏在最近一定会有所行动 南央王看着我的目光渐渐变亮 殷奇的眸中也是惊异之色 南央王捋着胡须缓缓点头道 你这一番见解果然是深谙独到 对朝中的形势一针见血的指明 若你不是女儿身 他日封侯拜相也是指日可待 其而你这个媳妇不简单哪 殷奇也微微笑着 我心中暗自揣测 南央王今日试探我的一番意图 他是在试探我的立场吗 人人皆知 我和元庆是由母后抚养长大的 而今日我的言辞滴水不漏 并没有表明自己 到底偏邦于哪一方 我恭敬道 公公说笑了 芷萱见是浅薄 岂能和公公与夫君的雄才伟略相提并论 南央王又微微笑道 芷萱 你的身孕也快四个月了 可要好生照顾好老夫的孙子才是 我和殷奇皆是相视微微一笑 黄昏时分 我和殷奇漫步在龙湖湖畔 这里的桃花早已凋零 如今树上硕果累累 挂满新鲜诱人的仙桃 我调皮摘下一个桃 在手中把玩着 转身向殷奇道 说来我们的初遇 也是在这龙湖湖畔呢 殷奇小心地牵起我的手 含笑道 当初我第一眼见你时 你就在这桃树下 痴痴地看着 纷纷落下了花瓣 那个时候 桃花林中的叉子千红 却急不上你的半分色彩 那时我就知道 我殷奇这辈子苦苦找寻的那个人就是你 我含羞一笑 称道 那为何后来在船上你一言不发呢 殷奇愣了愣 半天才道 那时我看着你和三殿下举止亲密 就误以为你们是 我看着殷奇渐渐微红的脸庞 心下忍俊不禁地笑了起来 殷奇宠溺地上前牵起我的手 湖边的景色很是秀丽 我们去那边看看吧 我笑着点头 殷奇牵着我漫步到龙湖湖边 此时水添一色 斜阳的余晖映在波光淋淋的湖面上 满目的金黄色的光芒 我和殷奇的身影倒影在湖面 我静静地看着湖水中 我们两人的身影 心里一派温柔 第十三章 情定下 我缓缓靠在殷奇的肩头 我们两人静静地相依在龙湖湖畔 周围一派静密杨柳轻浮 偶尔两只白鹿飞过水面 这里恍若是世外桃源 让我忘却了那些宫廷纷争 彼此的勾心斗角 和数不尽的阴谋诡计 我低头看着自己微微隆起的小父 孩子 还有几个月你 就要出生了 娘亲一定会尽一生的爱来疼惜你 殷奇握住我的手 轻声道 时辰不早了 我们早些回去吧 我看天色渐晚也轻轻点头 马车上我和殷奇相拥而坐 我不禁轻声问道 殷奇 你希望是男孩还是女孩 殷奇淡淡地笑着 只要是你我的孩子 男孩女孩我都喜欢 我假意称道 我是问你真的 殷奇微眯起眼睛 我希望是女孩 不要卷入男人的纷争里来 让他快快乐乐地长大 将来生的和他的娘亲一样漂亮 我们到时候我们再给他寻一个好夫君 我咯咯地笑着 那都是多远的事情 孩子都还没出生你 就在盘算着亲世了 殷奇含笑道 不远了 不是再等几个月就要出生了吗 等过几年的这个时候 他就会叫你娘亲 叫我爹爹了 我闭上眼 想象着那个一家三口的温馨场面 嘴角微微地翘着 不想马车忽然剧烈地摇晃了几下 殷奇紧紧地揽着我 紧接着一柄泛着寒光的长剑 刺破车壁 直向我们刺来 殷奇翻身而起 抱着我利落地跳出马车 天旋地转中 我们两人滚落到地上 殷奇一直紧紧地抱着我 避免我的腹部受到撞击 车外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站满了数十个黑衣人 而车夫和几个随从 早已倒地身亡 殷奇怒喝道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行刺南洋王府的人 那几个黑衣人冷哼一声 今日正是要来取你南洋王世子的狗命 他的剑是凌空而起 飞快地向殷奇刺来 殷奇抱起我 飞快地闪开那致命的一剑 顺时间 黑衣人蜂拥而上 迅速向我和殷奇包围过来 殷奇的伸手 灵巧地避过黑衣人的攻击 我这才发现 一向文质彬彬的他的武功之高 竟然不输给薛浩 这已经是我有生以来 第二次遭遇刺客了 第一次是在突厥 那时候是贺都在身边保护着我 而今身边是殷奇 殷奇夺过一个倒地的黑衣人 手中的长剑用力抵抗着 这时街角处一对人马冲了过来 正是王府的护卫 我心中一喜 不想此刻一个黑衣人 趁殷奇分神之际 迅速地刺向他的胸口 我心中一致 大贺一声 小心 几乎实在同时 我下意识地挺身挡了过去 只觉得肩头一寒 一阵剧烈的疼痛传来 薛儿我看见殷奇 煞时间面如死灰 只是紧紧抱住我 手中的长剑 疯狂地砍向黑衣人 王府的护卫迅捷无比地翻身下马 静止挡在了我和殷奇的身前 与黑衣人厮杀着 我倒在殷奇怀中 看着殷奇浑身浴血 身上并无多余的伤口 才舒了一口气 微笑着小声道 你没事 我就放心了 殷奇痛心地看着我 颤声道 薛儿 你怎么这么傻 他紧紧地揽住我 身子剧烈地颤抖着 我尖头的伤口 不断地往外冒血 鲜红的血水浸湿了我的衣巾 我脑海中越来越恍惚 沉沉地晕了过去 梦里 我与殷奇一起在龙湖边当周 身边还有我们的女儿 我幸福地依偎在殷奇的肩头 我们的女儿乖巧可爱 在船弦边 兴奋地用小手当起湖水 激起一阵阵水花 看着她娇憨可爱的模样 我和殷奇相视而笑 第十四章 小铲 我缓缓睁开眼 尖头的伤口隐隐作痛 提醒我刚才的一切是在梦中 眼前是萧香轩我熟悉的房间 外间一派漆黑 已经是深夜了吧 屏风外传来殷奇的声音 王妃要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一个老者的声音响起 回小王爷的话 少王妃经过老朽的诊治伤口已无大碍 只是王妃小铲后 需多加调理身子 否则落下病根日后 恐怕就在南怀有身孕了 我闻言如遭雷击 我的孩子 小铲 我的手抚向小腹 那里一片平滑 孩子没有了 我迅速坐起身 嘶哑着声音道 孩子怎么会没有了 殷奇一脸惊喜的急步走了进来 雪儿 你醒了就好 我只是直直地看向她 大夫说的是不是真的 我们的孩子没有了 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殷奇心痛地搂住我 雪儿 不要伤心 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她低声安慰着我 我正正地浮在她怀中 难难道 为什么就没有了呢 明明昨天都还在的 我大声地哭了出来 殷奇抱住我 我在她怀中 哭得哭得肝肠寸断 眼泪横流 直至无力 一连几日 我都呆在房中 一声不吭 下面的侍女们 也是各个平生静气 丝毫不敢提起孩子的事 而我只是呆呆地坐在房中 拿着我以前为孩子做的衣服 正正地看着 殷奇告诉我 现场那些刺客的的镜上 都刻有太魏府的字样 赫然是王晋指使人做的 我呆呆地靠在殷奇胸前 我知道自己现在这个样子 披头散发 不失粉黛 面无血色 一定和死人没有区别了 忽然脑海中金光一闪 我历时做起身道 一定是王家干的 一定是他们 他们不愿让南洋王府和张青云结盟 就故意派来此刻留下蛛丝马迹 让你们怀疑是张青云嫁祸于他 让王府和张青云反目成仇 这一定是他们的阴谋 一定是 因其看向我 眼里的心痛闪过 轩儿说的不错 我和父王也察觉此时可疑 这王晋实在是可恶 居然想出这么阴毒的法子来 我无力地靠在殷奇怀中 喃喃道 就算知道是他们做的又如何 孩子已经没了 没了 这时外面忽然传来造杂的人声 接着就听到内奸奸声道 皇上驾到 皇后娘娘驾到门口的侍女 纷纷俯首行礼 门外闪进了父皇和母后的身影 因其上前向他们请安后 父皇大步地跨到我身前 一把拦住我消瘦的身子 轩儿 你怎么这般憔悴 让朕心疼不已啊 我在父皇怀中哭出声来 父皇 你一定要为轩儿做主啊 母后款款走上前来 眼神直直地打亮着我 几日不见 轩儿就瘦成这个样子 真是让人心疼 我眼中的恨意凸显 再也不能伪装自己 我直直地瞪着母后 握紧了拳头 母后见状仍是一派安详地看着我 上前对父皇道 皇上 此次刺客行刺 定然是有人在背后诬陷我们王家啊 臣妾的父亲再糊涂 也不可能让此刻 拿着应有自己家族的符号的兵器去行刺啊 我看着她一副悲戚的模样 心里恨得要呕出血来 就是这个女人 害死了我的母妃 害了舅舅 如今又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看着暗旁一把刺绣用的剪刀 心中恨意冲天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结束吧 大不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 我也要杀掉这个恶父 第十五章 携手 我看向她制止的眼神 终于缓缓收回了手 父皇柔声问道 轩儿 你且好生僵养身体 父皇定然会查出幕后主使之人 为你报仇 父皇改日再来看你 我含泪点头 母后温声上前道 轩儿 母后这就回宫了 你好生保重身子吧 我恨恨地看着她 再也不能压抑自己心中的仇恨 一字一句道 母后对轩儿的照顾 轩儿会永远铭记在心 她日定会十倍报答 我可以将报答两个字 说得特别重 母后面色一沉 很快又颇有深意地笑道 哦 是吗 那母后就等着看你如何来报答 把她高傲地转过身随父皇走出了房门 我定定地看着母后离去的身影 气得浑身不停地颤抖着 嘴唇就要咬出血来 殷琪忙用手帕为我擦去唇边的血迹 我含泪看向她 无力地问道 殷琪 我该怎么办 殷琪拥我入怀 轻声道 有什么委屈 就说给我听吧 我深吸一口气 终于一字一句道 我的母后 当今的皇后娘娘 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因其平静地看向 我的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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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